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橋下溪水不斷沖刷 現場也下著滂沱大雨 這裡是南投知名觀光景點 盧山溫泉區 受到凱米颱風影響 原本熱鬧大街上 現在空無一人 店家收拾的招牌避免被大風吹倒 24號早上10點 仁愛鄉長與景小門帶隊 卻居民進行預防性撤離 有沒有要下去 有喔 那要趕快 埃家埃戶拜訪主要因為去年卡努颱颱風重創盧山溫泉區 馬俄坡部落一度行程孤島 就怕惡夢重演 湘工所做足準備 如果真的很快就要走啊 昨天大概有十幾位的一個遊客 那我們跟這個商家都已經跟他們聯繫好了 今天上午全部都要撤離完畢 目前爐山遊客都已經離開 只剩部分住戶商家要守護家園不願撤離 商場承諾一旦危險性增加 將會強制確離降低損失